大家说的是就是什么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运算符的一些东西 运算符的话 这个有必要再说一下 这个运算符的话 跟我们的这个Python里面有一些是相同的 有一些是不同的 首先的话 那么这个算数运算符里面有个什么 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加减乘除 这个求鱼的话 我要说一下 求鱼 求鱼的话只要是求鱼术吧 那么也要求磨是吧 也可以叫求磨啊 实际上是求鱼术啊 这个来说一下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求鱼是吧 好 这个 这个是求鱼术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我来先写一个这个 先写一个变量是吧 先写两个变量啊 比如说第一个变量 比如说 Ilum什么 Ilum什么 Lum 01是吧 01的话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假设是这个词 是吧 词啊 好 比如说这个 Ilum02呢 是吧 Ilum Ilum02啊 假设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2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来求这两个数的鱼数 是不是这样的 求鱼是吧 那么求鱼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 用一个数除以另外一个数 是不是这样的 除了如果是除净的话 就是鱼数就是零 是吧 如果除不净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剩下的除不净的那个数 就是鱼数 是不是这样的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啊 比如说我来求鱼啊 比如说我来弹出它什么呢 就是这个Ilum01 是不是这样的 啊 求鱼的话就是什么呢 百分号吧 在Ilum02是吧 Ilum02啊 好 这样的话看是弹出一个什么东西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是弹出的啊 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弹出的是一个0吧 是吧 0的话是怎么的 就是说我这个数可以整除2 是不是这样的 整除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10里面 刚好有五个2 是不是刚好有五个2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整除 是这样的 好 如果说我这个里面是11 是不是这样的 11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是等于多少呢 等于1吧 是吧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等于1啊 是吧 好 那么它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先刨去五个2吧 五个2是可以的 是吧 在第六个2没有 是吧 只有一个1 那么这个1跟2是吗 除不净 是不是这样 除不净 那么就是什么样呢 就鱼数就是1 是吧 它这个求鱼的话 实际上是 有很多地方 很多时候很有用的 是吧 我们刨去整的 把剩下的可以拿出来 是吧 后面我们会用的 比如说 我们后面会会讲到一个什么 这个倒计时的时候啊 就会用到这个求鱼啊 就是刨去那些什么呢 天数啊 小时啊 最后获取什么 零的什么呢 分钟或者秒啊 通过这个东西可以做到啊 这是关于求鱼数啊 求鱼数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 除鱼 除不净的是吧 除不净的 那么除不净的 剩下的就是鱼数啊 好 这个是弹出了什么 1是吧 弹出1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求鱼啊 那么求鱼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 再哪一个啊 比如说 再哪一个 比如说 I run这个啊 I run 0 3吧 0 3 0 3 假如说 等于一个0是吧 好 比如说 再哪一个啊 I run 0 4啊 假如说是 0 4的话啊 0 4的话 假如就等于一个 好 等于一个10吧 好 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说 我让这个 求鱼 求它的鱼是吧 就是 也可以怎么说呢 就是磨上它啊 有时候也会这么说 是吧 比如说 I run 0 1 磨上I run 0 2 是什么啊 它就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I run 0 1 处于I run 0 2的鱼数 是吧 那么不同的说法嘛 有时候也叫求磨 也叫求鱼啊 然后说法实际上 是一个 一个意思啊 比如说 我再来一下 比如说 这个什么呢 这个I run 什么呢 I run 0 3 是吧 比如说 磨上一个什么呢 I run 0 4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等于多少呢 0磨上一个什么 数 等于多少啊 好 这个时候啊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啊 我再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0啊 0磨上一个什么 数的话 应该是0啊 0啊 因为它根本就不能除嘛 是吧 不能除它啊 那么还是0啊 好 好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性啊 里面的一个特性啊 这个记得啊 是弹出0啊 弹出0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求鱼啊 其他地方好理解啊 就这个0 磨上一个数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弹出的是0啊 这个 这个值是0 好 这是关于求鱼啊 好 求鱼的话 那么应该是 不是 不是不是太难理解啊 不是太难理解啊 好 那么 这个什么呢 这个加减乘除啊 加减乘除 这个求鱼啊 这这几个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啊 好 接着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负值语句里面呢 什么呢 这个等于号是吧 等于号是负值语句是吧 然后加等于 减等于 乘等于 除等于是吧 然后这个磨等于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样是什么 怎么一回事是吧 那么实际上 大家用过的这个加等于吧 用过比较多吧 是吧 加等于是 相当于是 它自己加一 是这样的啊 它自己加一啊 不是加一啊 就是加 加上后面一个数 是这样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负值运算啊 负值运算 好 负值运算啊 好 负值运算里面那么 最简单就是一个 比如说 我说话一个 i-lum 是吧 i-lum01 是不是这样的啊 i-lum01的话啊 假设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这个12 是吧 那么这个12的话 就是一个简单的负值运算的啊 就是让这个数 右边这个数什么 强加给左边吧 它是一个动作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强加给它啊 它是一个动词 是吧 是一个 是一个动作啊 而不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判断的东西 是吧 就是一个动作啊 它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右边的值强加给左边啊 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好 这是简单的负值语句 是吧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假设这个 i-lum什么呢 i-lum01 是吧 i-lum01的话 如果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i什么 i-lum什么呢 i-lum01啊 假设是加上一个什么呢 假设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2 是吧 好 这样一句 是吧 这一句话是干嘛呢 就是修改这个i-lum01的值吧 修改它的值是吧 修改它的值是吧 就是说 把什么的i-lum01 像这种什么呢 这也是负值是吧 负值语句的话 大家记得是先算右边的 是吧 先把右边算完 再什么呢 再做负值是吧 先把右边的算完啊 右边的话 这个i-lum01本身什么呢 就是等于12吧 是吧 好 加上一个2 等于14 然后再负值给他自己 是吧 就把他自己的值给改变了吧 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好 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这一句什么呢 是不是可以简写啊 简写是吧 好 比如说简写啊 可以简写成什么呢 可以简写成下面啊 可以简写成下面的写法啊 下面 写法是吧 可以简写成下面写法 怎么写呢 就是这个i什么 lum什么 i-lum01 然后是什么呢 加等于是吧 加等于2吧 是吧 加等于2 是不是这样的啊 加等于2啊 好像可以简写成这个 是吧 加等于啊 这就是少写的一点 是吧 少写一点啊 好 比如说我来弹出 它这个i-lum是吧 i-lum02 i-lum01啊 好 好 这个的话 再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看这个效果 这个应该是弹出的14吧 这个没问题啊 好 那么其他的原理实际上是一样的是吧 其他原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好 又比如说这个简是吧 比如说i-lum01啊 i-lum01 然后再是什么呢 等于这个i-lum01 然后是减去一个数是吧 比如说减去一个5吧 减去一个5啊 好 减去一个5之后 这个怎么样呢 也可以简写吧 是吧 也可以简写啊 那么简写成下面的是吧 好 那么简写成什么呢 那么就是i-lum01啊 是减等于什么 减等于5啊 是吧 减等于5啊 好 减等于5之后 再弹来看一下 是吧 看一下这个i-lum01啊 好 好 这个是弹出了14是吧 弹出14啊 好 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再来运行一下 是吧 这个先是14吧 是吧 然后再减一个5 是吧 减5的话 应该是9吧 是吧 减一个9啊 好 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是啊 这就是下面一样的啊 比如说乘以一个什么东西 是吧 再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i-lum01啊 i-lum01 然后是等于什么 i-lum01啊 假如说乘以一个什么 2 是这样的啊 乘以一个2啊 那么这个也是负责于什么 先算右边吧 是吧 再算左边啊 这个的话怎么办呢 也可以简写是吧 简写成什么呢 简写成这个 i-lum01是吧 这个是乘等于吧 乘等于一个什么 2是吧 等于一个2啊 好 弹出这个什么呢 看一下i-lum01啊 好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首先是这个什么呢 14 然后减去5 就是9是吧 9啊 再乘以一个2是吧 是18吧 18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下面一样的是吧 下面一样的啊 好 数等于那么一样的啊 就是一次性的把它 说一下啊 好 如果说这个是 i-lum01 这个是等于这个 i-lum01啊 另一除以一个什么呢 除以一个2 是不是这样的 除一个2啊 好 除一个2的话 那么就是可以简写成什么 i-lum什么呢 i-lum01啊 这个是除等于是吧 除等于什么呢 除等于2啊 好 好 好 除等于2啊 那么再盘出来看一下啊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i-lum01啊 好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先是这个14 然后-5 是9 再是什么呢 18 再除以2什么呢 还是9吧 是吧 9啊 好 这个是加减成书是吧 好 最后的话来看一下这个膜是吧 啊 膜啊 膜的话什么呢 i-lum01啊 假设说是等于什么呢 i-lum01 然后膜上一个2 是这样的 假设膜上一个2 是吧 膜上一个2的话 那么怎么呢 也可以简写吧 简写什么呢 i-lum01什么 这个膜等于什么呢 膜等于2吧 膜等于2啊 好 好 再弹一下是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i-lum01啊 好 算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是14 然后是9 9的话 然后再什么呢 再乘以28 是吧 18的话再除以29啊 再膜上一个2是什么呢 是1吧 1啊 1啊 好 就这样子啊 好 就是一些简写啊 一些简写 好 这是关于这个负值语句的一些经常的写法 是吧 经常写法啊 好 那的话实际上负值语句里面还有一个写法啊 还有一个写法是什么呢 就是呃 就是可能这个拍摄里没有的啊 比如说我们i-lum 比如说这个i-lum01的话 加个1啊 加个1的话 那么可以怎么写呢 那么可以写成这样写啊 i-lum01然后加加 可以这么写 它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i-lum01加等于1啊 类似于加等于1啊 如果是每次加1的话就是加加 加加的话就是加1啊 加1的话怎么样 再来谈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i-lum01啊 那么这个i-lum01啊 呃 好 那么的话 好 它就是什么呢 等同于啊 等同于 i-lum01啊 i-lum01啊 然后是加等于1啊 加等于1啊 等同于这个啊 好 就等同于这个啊 好 再来看一下 是吧 再看一下啊 这个加加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用到的啊 经常用到 如果每次加1的话 就直接写它加加 是吧 加加啊 好 再刷新一下啊 那么就是12 5啊 9 然后18 除以29 是吧 再磨上一个2的话是1啊 再加一个1 是吧 是不是2啊 2啊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所有的运算符了啊 所有的这个 呃 副子运算啊 就是这样子的啊 所有的副子运算 好 那么副子运算的话 但是就是大家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比较好理解 就是有个写法 就是需要大家什么呢 就是 稍微的什么呢 就是记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好 有个不同的就是这个加加 是不是这样的啊 加加啊 好 好 这个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